我们解压缩了这个范例 这个有限电视统计2021-09-08-4 这就是昨天我们最后做完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要请你快速点两下打开这个档案 我们是要一并把它算在那里面的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来去做数位机上和就是有线电视 还有行动通讯的用户量 还有那个行动上网等等 这些用户量的一个比较分析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一下 我们昨天大概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内容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去思考 我是不是要把2012年到2021年的行动通讯的用户统计的所有资料取得进来 应该就要取得连结进来 所以第一我要点选这个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这个资料来源这边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资料 现在这个数据 对不起 这个数据呢 其中它已经包含了这三个 好 就是昨天我已经有把这三个CSV档都已经它会自动的包含进去 因为我存的是TWBX才会自动包含进去 那你可能也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你去针对刚刚那一条档案 你不是快速点两下 你是用滑鼠右键 假设你现在可以不用做这件事 你先滑鼠右键 这边是不是有解开封装 没错 它其实已经把就是数据放到你的那个C叠 有一个使用者的一个Table的β暂存的位置了 好 这是你可能必须要知道的 那接下来呢 我这边没有各年的行动通讯的用户资料 所以怎么把它叫进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连结已经不是点什么编辑连结咯 而是这个新增 因为我是额外新的一个资料夹 放在一个新的下载的一个位置 好 所以你可以点新增 那如果 如果你今天呢 你把那个2012年行动通讯 一直到2021年放到原本的那个 昨天的Example资料夹底下 也是可以哦 好 只是 我只是希望给你感觉 我们今天有一个 假设说 你拿到的资料就是一年一年各年的年报的统计资料 这个时候 你也要 会处理这些资料 好了 来 麻烦 请一 点选资料来源 我现在要把数据抓进来 那个行动通讯的数据抓进来 1. 请点资料来源 2. 针对连结的新增 请点新增 然后 接下来当然要选文字档 然后要选择的是下载 可以吗 这个操作应该是连贯的 就是第二选了新增之后 记不记得因为我给的是CSV CSV档案它就是文字的 然后点选什么 Example 对不起 点选这个 这个资料夹才对 行动通信业务量 快速点两下之后 你就挑第一个吧 2012年行动通信业务量 来快速点两下 那你可能会发现 这边它就又开了一个 好 你可能感觉它是 你会觉得它是资料夹 还是它是档案 答案是我觉得应该把它想成是资料夹 可是 可是你应该知道 反正它就是暂时存放在那个 Table的暂时暂存伺服器 那里面当然可以建立资料夹